5月12日,本年度亚洲最大工程机械展览会 第三届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开幕 包括3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在内的 1500余家中外企业 携上千款新产品新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亮相 上演几家盛宴 在这场为期四天巨头零力的经济场 作用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东道主长沙 形成了产业规模大,创新能力强,急剧程度高 品种规格起发展模式新,国际化步伐快等六大优势 正加速推动工程机械产业向世界级产业机群迈进 本届展会恰好向世界集中展现了 长沙制造的硬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作为工程机械相军的代表 中联重科此次参展设备达70余台 涵盖工企、剑企、混凝土、土方等十大类产品 其中,全球最大灯位吊装神器 中联重科全新一代全地面启动机 是本届展会最高、最大、最亮眼的参展设备之一 该设备是行业首串2400吨全地面启动机 系中联重科专门为风电吊装设计的超2000吨集中器 其抗风抗测弯能力更优、安全性能更强 能满足陆地160米级以下高度风机安装 斜82款最轻设备亮相的三一集团 是本届展会第一大参展商 三一71米、65米S系列全法规泵车大秀肌肉 由27台各类机械组成的三一电动军团震撼集结 基本覆盖全系产品 全面展示三一电动化的研发实力与成果 主场作战的山河智能 此次也带来50款高端智能绿色装备 其中步伐国四挖掘机、电动悬挖钻机 电动化检查室高空作业平台等系列化产品 在铁建中工展区 包括国产首台16米机超大直径泥水平衡顿购机精华号 国产最大直径土鸦平衡顿购机锦绣号 中国最深海底隧道绝境机深江一号在内的 二十余款代表行业领先技术水平的产品 分别以模型或实物的形式整齐列队 接受现场观众的观摩 本次参展的新邦智能 是长沙本土第五个机身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企业 企业研制的一款曲臂高空作业车 最大作业高度达48.6米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作业高度的曲臂高空作业车 研发能力寄生世界前列 此外 在这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新一代工程机械为主题的展会上 行业巨头们还纷纷秀出了自己的新能源产品 以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山河智能、铁剑重工、新邦智能等为代表 扎根中国最大工程机械产业基地长沙的 中国工程机械品牌舰队 集中展示了数十款电动化产品 引领行业发展风向